现在安装部装饭机 安装部装饭机拆是反方向 我们怎样安装部装饭机 这个装饭机也好,装饭机也好 打开门先 打开门之后 把托清洗干净,放进去 放进去后,按着脂轮 放进去 把鸡叉回来 把鸡叉回来 一旦动动的话 一定要这样动 把鸡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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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到这个 放进去 分饭的鸡叉 如何装饭呢 看着这个 有金属的这个向前 向着自己 这个鸡叉 这里有两个不瘦的铺 一定要贴着它 把鸡叉回来 贴着它 这里有一个鸡叉 贴着它 贴着它 斜斜的 30度 这样推进去 托起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个鸡叉 它要挂的 所以的话 你一定要 这样推进去 这一部呢 一会儿装 为什么呢 现在这里呢 有一个受力的问题 放下下一部装 放下这块板 先 帮助一下自己 这块板呢 是这样的 在这个地方 把鸡叉进去 把鸡叉进去 吸掉之后呢 把鸡叉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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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扔住 然后到这个了 仍然是这样 因为它要摔进去 接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摆着边,斜斜地摆在角度,摆出来 如果不摆在角度,这个齿轮不能进去 所以一定要摆在角度,摆在角度,摆在角度 摆在角度,摆在角度,摆在角度 摆在角度,摆在角度,摆在角度,摆在角度 就是这样 最关键是这边,装在角度后 如果摆在角度上,把把这边的鱼都放上去 把这边的鱼都放进去 把这边的鱼都放进去 放进去 把这边的鱼都放进去 把这边的鱼都关到,就这么简单 刚才安装,现在拆一次 拆的时候,因为这里有瓷级 先开门,然后拿起饭头 拿起饭头,然后把这两个不受钢铁 拆开了,然后把这两个不受钢铁 把这两个不受钢铁 然后把这两个不受钢铁 还没有尝试,然后把这两个不受钢铁 接下来把这两个不受钢铁 硬板 不要拿這個膠 這個膠已經容易裂 拿著金屬 拿出來清洗 就是這樣 拿去清洗 現在當洗完再裝一次 就是這樣 剛才也是這樣 先把紙掛好 接著 壓反多 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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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正 壓不下去 放正 壓下去就可以了 接著這個力 在這裡 30度角 彎彎的 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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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上來 扣住了 這個放在這裡 最後這個 放進去 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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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進去 蓋上蓋子 把蓋子 蓋上去 就是 乾脆著 這個 就是這樣,因為難免有些飯,這是電子磅,拿起它去清洗,把這個濕布,把所有的飯撥出來,一定要日日清,不是老鼠或者蟑螂做,這裡就失靈了,電子磅失靈就不准了,不簡單,裝的時候就注意,看一下,這裡有兩顆螺絲, 這裡有一個洞位,藏這兩顆螺絲的,不要這樣調轉,這個洞位空洞,藏這兩顆螺絲的,清洗完之後,放進去,剛好沒有的,就要放一個盒子在那裡,OK啦,就是這樣,